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9日,又来跟进这个疫苗啦,又中了一样东西啦,我都说目前来说,科兴那些是不会这么快死人的,起码都两三个礼拜,新鲜滚热啦,又来一宗,不过不过, 我先说昨天那条嫌疑,那就是说一名62岁的男保安员,说你真是害怕啊,幸好香港呢,你都应该,我不知道啦,你家里的保安是什么样的呢,蛇形丢手什么都齐啊,个个都白发老庸,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一定保护得你很好啦,对嘛,以前武俠小说,那些武林公手,很多时候都六十几七十几岁的啦,原来是空见禅师来的,不过今次这位空见禅师, 禅师呢,就中了招乱了东西,打完科兴之后,独发失望,不是我指他自己本身的那些道,就是因为原来啊,卫生署就说他是一个长期病患,前日啊,在做做一下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坐在那儿啦,这康奸有什么做呢,那突然间失去知觉,那就大糟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平日他守门口的时候呢, 那些人进去呢,他其实失不失去知觉,那些人不是很分到的,他坐在那儿都跟失去知觉差不多一款,那些人当然就不知道他是失去知觉啦,他纯粹都是坐在那儿,没有认人,不认机,那这个日常惯例,那所以那些人,就是碰行碰过走进去, 那些人噴了白泡出来的那时才见到的,可能,那结果啊,送去联合医院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缝合医院了,帮他一条私缝合啊,没错啦,即时钉盖,死了,那么啊,播首歌啦,又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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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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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当局,就会怎样应他呢?这些都是正常反应各样的东西,那已经算好了 如果近日有一两单那些,可能不舒服送院那些,那现在可能深切治疗部,接着又插尿喉,屎喉不让他死,接着电轨他 接着呢,補回一两个礼拜,都不让他出来的那些,免得他逛街又垂下了,总之一定要偷到那条尸,起码都要放回两三个礼拜 现在就11比2,遥遥领先,不只是一步之遥,接着就厉害了,原来这人死亡之后,别人就和他验生了,史前就没得验生了 接着就说,什么都发现了,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胸腹血糖异常,肥半 如果你不是阿洛书华申力家的话,不是啊,之前有个林生的,地盘那个,自大了那个 走过去打完拍完之后呢,面坦了嘛,那不是几型仔 Anyway,那今次这个保安心脏躁停嘛,但是当日啊,接种中心那里观察期间呢,并无不惜 那我想起之前呢,就播给大家看,那几个人在说什么呀 哎,好舒服啊,打完,啊,完全没有不良反应,啊,完全没有反应 啊,真的完全没有反应啊,这个人都完全没有反应啊,今我 就是62岁的保安人士,作为一个保安呢,他平日已经完全没有反应的了 今时今日啊,永久地完全没有反应的了,那就应了谭教宗说那句咯 打完之后啊,又好睡了啦,不过今次就算白雪公主疼你一口,你都没得变青蛙王子的了,啊,就没得醒的了 那原来啊,他是在早上的时候被人发现的,那我想就应该是街坊啦,有些都会打招呼的嘛,啊,什么白那样 就算是李毙的那些,都会有朋友的嘛,啊,那跟他说早晨,他不应机啊,平日会应的嘛 那所以就发现了,啊,他原来啊,在找白雪公主疼的了,应该,不过都好些,畢竟都是年长人士那些嘛,是不是 那就是减少人口老化咯,但是原来啊,人口老化呢,这只疫苗有神奇的功效哦 那这里,接种中国疫苗啊,半年内密怀孕,那这个官方指引啊,不要说抹黑啊,是这个中国官方说的 当地社区发布的疫苗接种注意事项,其中一项,那这样写的啊,接种这个新冠疫苗半年内不能要孩子啊,那不知道为什么 当局啊,就没有透露什么原因啊,就可能子宫发炎啦,我就不知道,我说手指宫啊 那就厉害啦,你友人呢,就变成难产,难产呢,就变成一命乌肤,比避孕針啊 如果你想避孕的话呢,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那就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了,打支中国疫苗搞定 那于是乎啊,原来他们都关心的啊,就是中国内地的网民啊,跟着就在这里说了,啊,现在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啊,明年生育率要接近零顶啦 那当然啦,就是国家都,好像说已经打了成亿人,是不是啊,十四亿打一亿,喂,其实都是很低接种率的啊,而且都不知道第几针啊,那都挺麻烦的 因为他指引里面呢,就是香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消失了的,这些指引,叫你六十岁啊,楼上那些又不要接种,但是就是那些高危人士嘛 那就是经常说,存在着个误区,那个误区就是呢,你高危那些就不能打得,低危那些就不用打,啊,你低危打来干什么呢? 金迷,他说什么呀?喂,其他人好嘛,我很有空啊,打完都不知道会不会死的,那么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金心做一伙疫苗的螺丝钉?不是啊,是想去旅行的吧,就是不要扎戒衣,啊,跟着在这里说自己什么,这么伟大,实情就不打,你没得去旅行,自己的心哩哩乱,啊,不是那个阿别在这里说咯,大家好啊, 我都很久没去旅行啦,后面那句才是真的,岂有此理,那么中国的疫苗啊,当然就课真价实啦,灭活疫苗啊,成功灭活,那还有我想说呢,他说半年内不能要孩子,他没有跟你说半年后啊,我只是跟你说半年内的而已,你小心点听啊,啊,那些东西你不要乱来听啊,半年内不能要孩子, 我想起老夫子的故事,老夫子的故事是什么啊,他就跟这个上士,那问,那上士又跟他说,啊,你四十岁之前呢,都是没什么好运的啦,八字就说你呢,金木水火土,五行欠打,新强又逢忌神, 金金匹甲又不能饮丁,收柴不能烟火,就伸老到,那接着老夫子听完之后啊,那我上士又補多一句,四十岁之后呢,那老夫子打算,哎呀,终于捱过了啦,大富大贵啦,这次终于,啊,所以就追问了哦,上士上士,四十岁之后怎样啊,那接着上士又跟他说了,四十岁之后呢,你就已经习惯了啦, 哇,我顶你个肺啊,真是,所以啊,啊,这里跟你说,接种完这个中国疫苗之后,半年内不能要孩子,啊,你就在这儿问了哦,半年后呢,半年后呢,啊,半年后啊,半年后啦,那我不是疫苗上士,我不知道啊,你不要问我啊,真是,你问专家啦,啊,有些什么专家,孔帆艺啊,袁国勇那些,哇,袁国勇厉啊,亲身试针啊,回环360度打支服必泰你看,表演啊,加下,就是那个啊, 啊,许士昌又是厉害啦,喂,你哄了那些人去打科兴,自己打伏必泰算怎样啊,但是孔帆艺呢,啊,就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两个人有仇啊,啊,接着又跟你说什么啊,咦,其实啊,溝针的时候呢,就是赖尿牛丸针啊,啊,应该啊,学信就是可以加强保护力的,就跟我原先的说法一样,我都说了,袁国勇教授啊,你要保护力啊,根据这个逻辑,你就应该溝多几针科兴下去了,咦,刚好我给了一个借口你,近期那些伏必泰啊, 那个瓶身啊,各样迷有污染的啊,你加下迷,就是应该接种多几针科兴,以显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咯,就不要只会说那些什么惹不惹味啦,对不对啊,那另外啊,啊,我都说了,那个陈绍始都是靠客的啦,就是陈绍潜在这里说什么呢,之前就跟你说,疫苗接种率过低的话呢,说QC这些,哇,你厚底啦,厚鸣啊,是吧,现在又不是要放宽,浪费气,不过,迟下不知道的啊,可能做些古灵精怪东西, 但是又是怎么办的,因为你接种完那些,啊,想着可以到处走吗?喂,你只有六成保护率的啊,这个不是我公布的,你公布的,你只有六成保护率的那些人到处走,随时啊,欺沙漠欺水的啊,什么欺沙漠欺水啊,就是那些人以为自己没事,然后到处走的时候呢,结果就被牛头马面接走了,啊,到时啊,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去曼婆嫖的时候啊,那就喝那杯曼婆汤啦,就是最好记住今世啊,发生过什么事啊, 西红台的,都是头想着只再迫手迫腳的,啊,又或者是投了去速生道那边,啊,做了些猪啊,牛啊,鸭啊,被人可了食,那就不要啦,认清路才能投胎的啊,那,这里是陈骁钳跟你说,星期四开始,踊迟就重开,戏园呢,表演场地呢,其实都在执鼠了啦,但是那些,入场人数啊,放宽至七成半那样啦。这是都是ПQ举钩的啊,75%是怎样来的呢,这个数,最讽刺的呢,就是啊,他表示,这个,英格,这个,英格, 英国的疫情扫门这样说 之前不是英国病毒的吗? 变种的吗? 人家家下抢先过你疫情扫门 另外又说当地疫苗接种人数亦理想 奔三美攀关系 就就是说你们学在英国那边 说英国有没有打死那些人 这点值得商榷 我不是说你打死那些人 那些人是该死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主张 那些人就要坐骨洋灰 我跟你说 不过先说一层消费 他就说了 所以取消英国登基来港限制 你可以回来 但是你没得过去那里糟 这些东西不同步的 你应该是容许那些人出去先 回来那些迟下先搞才是 不过他最近不停放一些新闻 就说很多人在英国那边有长期病 各样那些很想回来说 你先听着 另外他又在这里诱惑你 接着就说接种疫苗之后 可以有不同的便利 不同的便利 你不如给钱那些人实际一点 加下你那些 都不肯陪口讲口陪 不是又是那些咯 半年内不能生孩子 半年后呢 过一段时间可以提供便利 好稀罕你的便利 真是厉害的 太开心了 有那么多便利 我直接想去打 不过M同不能打 就是这样 好今天说到这里 到哪里了 好 거죠 好 好 好 sao